中國政府 我的觀察 現在盡量開發上海 將來香港再頭痛 它就全部邊緣化香港 邊緣化香港之後 你再搞什麼都不重要 它不重要 最後受害人 誰覺得香港是自己人 但在最後的日子 現在我和香港 上海兩邊走 每次 I saw the distance further and further 但是上海有一件事 沒有辦法跟香港競爭 the trustworthiness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寶貴的資產 我希望香港朋友很珍重這個 再搞什麼事情 每次事情發生的事情 會把那些 trustworthiness 因為經常搞什麼事 外國人對這個系統有一個運號 那就等於自己插自己 所以這個事情 很多香港年輕人就不了解到 我看到很多問題 但是這些要解決 不能夠示威什麼 那這不就是解決 以前我做CFO 我控制15 billion dollar 很多次 我給了合約 這是真正的能力 這些是很困難的 因為為什麼呢 在最後 你必須進行背後 安全檢查 那時候很多人被停止了 譬如你中國大陸出來的 現在出了15年20年 那你今年50歲 如果你是這麼老 你不能夠在這麼高級 那你前30年 FBI如何 他們可以確認 他們不能 那是一個問題 不是有任何不信心 但是他去大陸找 我們怎麼知道這是真正的 但是我好幸運 我所有的黨員在香港 美國政府相信香港的系統 我沒有看到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謝謝說 我是文靜 有一點 聽說 說 你跟他 são 有錢 聽說 有錢